黃隊紅隊藍隊比較影響中的類型 影響中的類型 我覺得這季的那個隊員都蠻年輕的 都比我小所以我沒辦法 全明星秋子星初登場 亂了心跳 隊員態度年下男我沒辦法 其實我在進來之前 我的經紀人一直警告 我說你確定要去嗎 聽說黃隊的練習是地獄喔 八天當女神秋子星在全明星 結榜退賽的林玉書 加入黃隊救火 正式亮相就被封為炎質狀元 本週播出的節目是他首次出賽 其料馬上體會到震撼教育 他要怎麼躲 怎麼格擋 這樣子來招待新同學的啦 把紅森給趕出去 就好聽的喔 所以你打得到 直接自信浪投 他節奏的 我的體力其實可以 但是我肌肉不停死壞 複絲躲避球 我一站到場上 我就心這樣一直這樣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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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然後我每次下場 我都問大家說 你們會心跳會這樣跳嗎 他們說 還好 然後對應我第一次 我就真的超級緊張的 所以我都要自己一直 就是給自己這樣搶心針 其實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覺得不熟 是很合理的 其實大概夠了一個禮拜 我覺得就還蠻融入的 進來的時候會覺得 對象的氣氛 就是會有點我隱瞄嗎 因為畢竟你才剛發生 跟御書的事情 其實我去大家都很正常 可能也有一個新同學 加入他們有新鮮感 所以應該沒有所謂的 感覺往對我再拍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沒有 因為我也沒有遇到 御書 我就是自己跟他們相處 那你常常做足球還有 就是拍擊類的 拍擊類 球類都OK 對 球類幾乎都OK 我覺得罩門應該是足球 因為就是沒有接觸過 所以你覺得往對現在 走關的學生算大 我相信我們可以的 那你自己會想說 在這麼轉的一個月時間 拿到MVP嗎 我覺得做好自己 該做的就好了 我沒有奢求MVP這個部分 你沒有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幫隊上拿下獎盃 我覺得這是我的目標 對方對藍隊員 比較理想中的類型 理想中的類型 我覺得這季的 那個隊員都蠻年輕的 都比我小 所以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你只是新鮮感 你出生到三歲 我20歲出到今年29歲 有遇過比較新鮮感 其實我覺得我算順利啦 就是一直不管大大小小的戲 都有在拍 那你是像他特技畢業的嗎 不是我是師大英語系畢業 那他從沒什麼老師 對 這是每個人都會問我的問題 那他從沒什麼老師 對 這是每個人都會問我的問題 被就是前一個經紀人發覺 那時候就被抓來演戲啦 就走出興趣了 有被導演凶過的經驗 我怎麼演他都覺得不OK 很深色 很僵硬 所以那時候 這後來 剛好換了劇組換導演 那個導演是比較鼓勵型的 我才慢慢又找回了自信